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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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27日,飞机即将降落在马来西亚机场 此时机上的我,心却一下子悬了起来 我一直对母亲说,这次到马来西亚是来参加五日游的 这时我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告诉她 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参加龙台长的马来西亚悬疑综述解答会 擅自将我那不信佛的母亲劝到马来西亚参加法会 并不是我莽撞的决定 我也曾一度把在张海打拼多年 一直排斥信佛,现实而顽固的母亲 放在了度人计划之外 但是,我们伟大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她亲手把我母亲引上了学佛的道路 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 记得从我四岁时起 父亲就开始供奉释迦牟尼佛 练弃弃功,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 母亲却非常反对信佛 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常对父亲加以阻挠 当时父亲由于无名师指点 很多地方不如法 如经常不读经而打坐 追求神通而不修心 在没有功利的情况下 给别人命发功 而且吃了大量佛海鲜 就这样,在08年父亲患上了肾病 母亲见状,对佛教更加敬而远之了 母亲生完我后曾打过两次胎 之后开了一家印刷设计公司 渐渐的,他一心铺在印刷上 渐灌了山海的尔虞我诈 一次一位素餐厅的朋友 因需要大量的素食资料和佛教书籍 就介绍母亲来做印刷 母亲当时并不信佛 也不懂因果 坚持以利益为重 高价印刷了大批佛学资料 而后母亲亲日复一日的劳碌奔波 但身体却每况愈下 家庭纷争连续不断 渐渐的,他居然到了吃不下饭 喝不进水的地步 身上还起了莫名的红点 他到各大医院检查 却查不出病因 经过漫长的检测 最终确诊为淋巴癌 接着,母亲腹部和面部也相继起了很大肿瘤 只能住院手术化疗 那几年里 曾像鲜花一样美丽的母亲 被病痛和化疗折磨的瘦骨铃群 一度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虽花了巨额医药费 却依然面色枯搞 身体累落 母亲住院期间 素食餐厅的朋友也来看望过 他们难过地说 您的病其实我们也有责任 当时母亲并不能理解 但现在看来 这场致命的癌症和母亲的两次打胎杀生 一直以来阻止家人学博 以及赚取佛教书籍钱财都有很大关系 但当时她却不明白为何上天在她事业最辉煌的时刻 降下如此惨祸 内心充满了迷茫和痛苦 灾难接种而来 母亲的病刚稳定 正值初中的我 又开始了一种罕见的胃经丸 每天在痛痛与呕吐之间徘徊 在病中艰难度过初高中的我 上了异地大学后 疾病愈演愈烈 甚至住不了宿舍 这让远在北京的家人心急如焚 母亲不顾亲戚颤阻 拖着病体 带我去南方陪我读书 照顾我的起居 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 我们母女为不同的疾病折磨 相依为命却又长起冲突 其中艰辛不容赘述 回京后 全家焦急地为我寻医问药 安排最顶级的医院 全国最知名的拜祖给我住院治疗 却丝毫没有疗效 只能靠药物缓解勉强度日 最终在2010年4月里 我在一次未经兰的监牢中 无意在镜中看到了我脖子上的弥勒佛吊坠 当时还不信佛的我 在无助下 喃喃地求了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帮助我摆脱现在的痛苦 没想到一个月后 就有一位朋友 强烈地向我推荐卢太长法门 在按照卢太长法门读经许愿放生 供奉观世音菩萨向后 我这饱受了13年的胃经兰 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 在没有吃一粒药的情况下 就得到了控制 呕吐次数明显减少 这个事实让全家都惊讶不已 母亲虽然感到惊诧和欢喜 却依然不相信佛的存在 从台长书中我渐渐明白 我的病和母亲的冤结 都与她打胎的孩子有关 曾有位不知我母亲打过胎的朋友 曾有位不知我母亲打过胎的朋友 清晰的梦见 我母亲打胎的孩子 在梦里指着我说 我霸占了她的父母 还把我的灵魂 一直锁在初中教室里还债 同修的梦使我很惊讶 因为细细算来 我正是在上初一的时候患胃病的 这些年隔三差五 会常梦到我的初中教室 而很少梦见小学 高中和大学教室 这些情况和同修梦里 我母亲打胎的孩子 报应我的时间地点 不谋而合 我把同修的梦 以及打胎的后果 讲给母亲 如果不把打胎的孩子 用小房子抄不走 疾病和恶报会如影随形 但母亲却不以为然 根本不放在心上 在2011年大年初一 我和菩萨上头相许愿 祈求全家早日 跟随如台长信佛读经 此后也经常为家人放生读心经 我深切地希望 佛缘身后的爸爸和爷爷奶奶 能早日学心灵法门 这对一直排斥佛教的母亲 没抱多大希望 2011年4月25日这天 读经时的情景 让我终生难忘 早起上香后 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要一辈子来修心弘法 广度众生 闭上眼 感到有一尊和我供奉的佛像 颜色不同的观世音菩萨 向助力眼前 白色纱裙下 也有绿色的荷叶浮动 我连忙会想用心 让菩萨叩拜请示 观世音菩萨给了我 回家两个大字 以及了凡两个字 告诉我要放下 我对菩萨的开示深信不疑 但接下来的事却不可思议 菩萨微笑着给了我一行字 是我母亲的名字 后面清晰地写着 将是你红靶度人的得力助手 一时间我呆住了 惊诧不已 心想家里最有佛缘的爸爸 爷爷奶奶都还没学佛 菩萨怎么会说 我那几十年从不信佛的母亲 将会学佛 还是红靶的得力助手呢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 睁眼望去 三支佛香却卷起了大大的香卷 几经斟酌 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虽然新奇 但还是明显不幸 劝我别太入迷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母亲看似没有变化 我的心也不时在希望与失落中起伏 但每次想起菩萨 那饱含深意 用心良苦的话语 我就相信菩萨说的一定是真的 在菩萨的启示下 我处处留意 耐心劝导母亲信佛 并在反复思索后 把她骗到了马来西亚参加法会 在马来西亚小型开始会上 台长第一次在众人的拥促下来到厅里 我是如此紧张 处处留心母亲的一举一动 母亲望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台长 并不挪不跟随 对这位治好的女儿十三年内病的高人 她怀有一分好奇 三分审视 六分看热闹的心理 小型开始会上众人忌忌一堂 母亲则看在我的份上 才慢慢坐到后排 心不在焉的低着头 台长热情向大家问好 用一棍张弛有度的口吻 生动活泼的鼻子 深入浅出的 用白话将活法精髓 威威道来 母亲从未听过这样生动浅显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婆理 她渐渐抬起头 眼神也更加明亮了 看得出 台长的话一次一句都打在了她的心上 解开了很多年埋藏在她心底多年的心结 让那倔强而固执的心柔软了下来 看着排斥佛教多年的母亲 第一次被佛法所吸引 像换了个人 鼓掌的双手越举越高 现场的我不由得悲喜交加 不停地叩拜观世音菩萨对母亲的救度和加持 开示会后 母亲像被磁铁吸引一样 就像个羞涩的孩子 远远跟随着 围在台长身后的人群 台长停下来和佛友们握手 突然回过头 逆改慈祥的面容 指着人群外围的母亲严厉地殉导道 你的业障很重啊 不要想不开啊 母亲一愣 不敢相信台长在这么远跟她说话 犹豫地跟上去说 台长 我爱人身体不好 得了重病 台长大声说 这和你有很大的关系啊 母亲像被定住一样愣在原地 回到宾馆后 失魂落魄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委屈地哭了起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 台长单单说站在后排的我呢 我惊讶之余 不禁感激涕灵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慈悲点化啊 由此可见 台长在救度众生时有多么不易 业障深重的人们在受到点化后 不能马上理解 还怀有称论 又有几人能当即反思挤过 体会到菩萨的良苦用心呢 在台长的训导和加持下 母亲当晚渐渐反省了自己几十年以来的过错 内心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她焦急地问我 大悲咒怎么读 心经怎么读 这可是我从来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连忙搬出金书来教她读 母亲像个学生一样 那半天的三遍大悲咒 就昏昏睡去 早上一觉醒来 就激动地和我说 昨晚梦到了一个瘦弱可怜的小女孩 像是她的女儿一样 我和母亲说 这就是她打胎的孩子 母亲因自己亲身梦见而终于相信 后来随着母亲读经 多次出现了有根有据的灵验梦境 使她更加信佛 在随后几日的马来西亚法会中 母亲被身边善良开朗 乐于助人的佛友们感动 被东方台工作人员和义工们 无私奉献精神所感染 仿佛身临一个奇异的国度 在这里人人都内心纯净 面带笑容 望我奉献 拜佛读经 而在最殊胜的马来西亚大型法会上 母亲亲眼看见台长当场用法力 加持了几位癌症病人 和不能说话的孩子 让他们大有好转 听着台长贴近生活 却虚入人心的佛法 母亲一会儿开怀大笑 一会儿感动的流泪 完全投入了进去 比听一场自己最喜爱的音乐会 还要兴奋 第二天一早 她就随同兄们一起去观音堂 学佛读经 礼佛忏悔了 我已很多年没有看见妈妈 这样纯善本性的流露了 她像个迷失的孩子 被菩萨领回了温暖的怀抱 带进了人间的天堂 如今母亲总是红着眼眶跟我说 孩子 谢谢你不顾一切鼓励 带我到马来西亚来参加 卢台长的法会 给了我这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是个多么顽固 不容易改变的人 谁都说不动我 只有台长能把我这块冥完不动的石头打动 以前我看到学佛人整天念经 觉得他们好傻好可怜 现在我看到那些不懂佛法的人 才明白他是真正的可怜 真正的傻 我要让更多人都知道 卢台长的法门 正是这短短几天 让几十年排斥信佛的母亲真心敬佛 八心红靶 让我不得不感叹菩萨加持的奇迹 我无时无刻从心里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是菩萨和台长 给了我母亲第二次三次 值得惊讶的是 正如菩萨开示的一样 母亲真的是红靶的得力助手 母亲回京后 就对红靶度人有着很大热情 翻出电话本 给老朋友们逐个打电话 或登门办法 讲述心灵法门给他带来的转变 母亲的朋友们都不敢相信 他这样现实的人居然会信佛 很多朋友都感到法器充满 如获至宝 很快走到菩萨的佛光下 学佛后母亲好像变了个人 学佛前虽然也鼓道热肠 但在商业上 对她的话讲也算是个奸商了 可休息龙台长法门后 她常听白话佛法 台长的训道声声入耳 清洗着她那颗贪值的心 母亲渐渐对钱财看得不那么重了 而是处处为他人着想 乐于奉献 每月都主动放声 注印台长资料 还把刚买的一套新房腾出来 发心给心灵法门的同修共修 渐渐的 母亲的气色更好了 心更宽了 亲友们也觉得她更孝顺 更有人情味了 每逢有亲友问母亲最近吃了什么保健品 面色语气都不同了 母亲就发喜充满的 把卢台长的法门介绍给大家 在印刷佛书时 母亲给大家讲述自己的教训和经验 尽力把价格做到最低 在节约停修注印款的同时 也防止厂商靠佛法盈利 再度造业 母亲感叹道 台长说得太对了 人总是被贪嗔之迷住了本性 有时自认为是好的事情 其实却是害人害己 我们千万不能沾佛法一丝一毫的利益 都是会披毛带脚去偿还的 我们来到世上 在各自的因果业力中浮荡受苦 无论我们曾多么愚痴 有多少贪嗔痴的罪业 菩萨总用悲悯的眼光看着我们 期盼我们能早日开悟 对我们有求必应 如果你真想在有生之年 报答父母长辈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如果你真想帮助朋友摆脱无穷的烦恼 化解人生难题 请你用心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让他们某某某早日开启智慧 信佛读经吧 2012年 台长在全世界的巡回法会又要执行 让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身边 不信佛的每一位长辈亲人朋友 不要怕不徒的遥远和重重阻力 尽量带他们来参加卢台长的法会吧 这是改变他们人生的一次重生的机会 我们曾给母亲花几千元购买名贵的礼物 却只能换来他片刻的惊喜 我们可以每月带父母吃大餐 却只能带来一时的欢聚 我们可以不惜请假陪父母旅游 可换了环境却换不了心境 解不开他们多年的心结 我们带父母去拜访明医 却依然消除不了他们的病痛与折磨 让我们用菩萨的妙法 引领家人和朋友去参加卢台长的法会吧 让他们曾经痛苦和迷茫的身心得以解脱 让他们有机会脱离无边的苦海 得到真正的快乐 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 谢谢 感恩大悟大悲的吴才长 感恩平生命的方式与精英 非常感谢七同修感人肺腑的分享 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 我们的第一组号码是 211 211 332 332 799 799 219 219 981 981 976 976 330 330 330 158 158 11 11 164 164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香港的同修 曾凯坤博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 22年的自闭症在修行心灵法门后 短短的三个月就彻底治愈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悟大悲旧古旧男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陆俊宏台长 正经的大悟大悲观世音菩萨 正经的大悟大悲鲁俊宏台长 正经的各位同修 朋友高圣大家晚上好 感恩师父 感恩东方台秘书叔给我今天分析的社会 事先这样啊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哪些年 如果我不要讲我的脑线给大家听 我们讲这一定会觉得残不忍逗吧 没办法吧 本来自小只有父亲大伙 就想生活 也就只有妈妈陪着我 照顾我 除了妈妈没有其他 所以就很难再跟小朋友说话 跟这条小的相处 也没得听别人说好意思 但真正不开的地方就是 我最小都只有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虚弱的残驱 不是肺不虚弱 心脏畅 心血管堵塞 干血管问题 就是听觉啊 你的语言能力都 nothing good 然后也吃上感冒 通常一咳嗽都 一两个身体 有些时候是 整个月都咳嗽 没错好过 我想大家都不跟着说吧 更严重的是当时我也有了自闭症 就是刚刚出生就有了 有了自闭 我有自闭症 有些病都不会跟妈妈说 不是哭就 不是哭起就是打架 所以妈妈有问 我每次感冒发病的时候呢 通常一哭就 一两个小时 没上去过 一居啊 朋友啊 那应该怕我 不怪我啊 一到三岁 我都觉得自己处理更长 you know 这个时候 全门议员里面 已经评定了 我是自闭症儿童 我这类的儿童 当然也没得想 正规幼儿园学习啊 我要接受学前教育 也就是有国局 过到特殊幼儿学校读读 过程中呢 一边就学 一边就我自己的语言问题 会经 大理也会经语言治疗师 一边就受语言治疗 一边做学生教育 一直到小学 甚至远到十岁 我的日常生活 还是没人治理 没人录音 有任何交往 所以从特殊幼儿学校 一直村校里面 每位老师 校长都投诉 我是最难道的一个 大家感谢香港政府 跟我们之战儿童 接受特殊教的机会 在小学 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 随着学业压力 水涨船高 我的智力的病程 已经搞到 唐一年地下皇宫 哇声了 就这样 我的脾气已经 越见暴躁 经过所有小事情 都要被人发脾气 很多时候呢 都知道妈妈 同学 是这样 咱骂我 不明白我 不理解我 所以我 六年前 我刚刚中学毕业 母亲已经知道 日落北人的自闭症 连续到成年 不不可以 研究到怎么样 所以四年前 她就放下工作 带着我到美国 New York City 去归宁 秘众想吃 以及 休息 秘众法门 一归宇宙 经济修持 修持到 从New York City 回到香港 带着时间 但很可惜 陈上的意思 要被歌 然后 谢谢 拜师傅求法 也都做成 非常严重的花费 假设是 每一个trip 都要花费 四五万港元 That's serious 这些聚员花费 没怎么搞到我 仇不住 刚刚度员 法律系文盆 法律系文盆之后 没能够 摘成血 但是不是我 一人对 我只要把 不准保护 满院和 发生同一身上 多次脑口吓到 打伤母亲 最严重的是 去年六月 大放瓶器 打伤母亲 给京东的邻居去报警 我既然送到 邻居医员的 进审里面去治疗 到我书严的时候 也要把我发大宝 进审里面之后 试验和行动 也要得到 帮助务士的核准 所以就在 类似的每刻 明白 自由的可贵的同时 新的自己 已经 无可救药 在医院 精神 病房 无独的一切 并让本人发现 自己 已经身处 越海 求疏无奇 根本因为 母亲 爸妈 每天不吃老虎的 贪望福利 让我好好做人 好好大人 我才能表现得要好 远到 第十五月 第十五月 准备 第十四月 至于我们 我跟妈妈 接触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 其实是 出院之后 四个月的事情 就是 去年十月份 隆历 九月十九日 观世音菩萨 圣诞的当天 我家的 我家共共的 观世音菩萨 一共共这四年 合眼之间 就在那天显灵 原来 母亲已经 进物流网 意外点击到 卢台长那个 信仰伯克 不久地告诉我 喂 凯克 我们终于找到了 他基本都怎么样 一看到卢台长的伯克 这一次到我们找到 会帮助我们的个人 就是人家菩萨 卢俊宏台长 没多久 就在东方堂秘书处 寄出 求救 E-mail一天 那之后请求 卢俊宏台长 就是我在凯昆 不到三天 东方堂秘书处 已经有回应 为我们安排 基本功课 问题是 我们可能 很珍惜钱了 够肯定 练送 就集结练这种 小房子 当年时候练得好 练好的小房子 就是 日期都没写 就叫下去 同时 我要记得证金 我往一生记着 练死唱法 也提过无力 无法加力 脚搏搏搏 小楼流梯 都几乎要碰下去 睡觉多少小时 都能备不精神 为了这样 成型 妈妈走失点 师兄 陈奕阿姨 就是我的情话 已经more than serious 非常难做 在此呢 我跟妈妈感恩 陈奕阿姨 于去年 10月25日 成功争取 如台长 为本人 看几张 尽快为本人 安排十两功课 我们感恩 大致搭配的 观星菩萨 其实如台长 为我们的大胎 他的 万星菩萨 就是如台长 知识 即时为我们 安排 清完业寨的方案 也就是念 108张小房子 给我的妖精神 这段时间 妈妈就帮我 念小房子 开始一个功课 那意思 可能我有一种太生 可能我当时 有一种人 太生肿吧 直到十二眼中 也没有 感到明显的感情 慢慢练小房子 同时 身体不痛不畏 也不断走痛 但他还是 再一点 是真的 是慢慢从 那个时间 已经从 早上六点 就坚持起床 就念经 念小房子 念到晚上 10点到11点 睡觉 都是non-stop 没中单过 就会坚持 不都为之风筝吧 不都为之风筝吧 其实在终各尾都知道 许愿方生变静 就是心里方文 上的方法这个孙子啦 所以呢 在念小小房子 开始念小小房子的同时 我还蛮满意 每到初一孙子 会在观星古山里 想发发愿 就是每个月初一十五 就是当生素食日 终生不吃什么 我还想活动过啦 每个月就有 六至十日吃素的基本语 我们数字的观音 在一起差不多啦 如果有事外出的话 我也有事到今生 如胎掌戈 怎么著作经典 天地人 白话火法 一觅二觅三封水 这些著作语 整理彭延仙馆 港铁园仙 各间素食馆 以及什么有 以及我遇到的 有缘佛友 以及相缘 每天也收听 台长的白话火法 然后也全身边的朋友收听啦 同时也整在 如台长西纳博客 每一篇新博文 也是为本港的心灵法文 推广 出一份力 力增加 让更多众生 得以结束 观世因屠杀心灵法文 得享无济法喜 记得 一起去放生 可能自己也有经验 平时也会在不稳定 慢慢地马上跑过来 放过 马上上四张小黄纸 给他进展 他那时候 笑到我的精神 跑起 勃起来 我精神跑起来 跳起勃起了 才能跟他妈一起放生 但是有那一次的成功经验 我跟妈妈以后发生 就 每次发生 always always perfect always smooth 总是 每次都顺利而归 总是每次都 满载而归 要说话 我们坚持初一十五 甚至每个月 两三天 都去发生 因此 直至到 十二月初族了 妈妈已经为我 练好 头一波 一百零八张小黄纸 我的 自闭人眼前 才算是 逐渐见效 程序 逐步要好转 在家里 已经有 心不悔急躁 害怕 在家里 感受到 母亲帮助我的苦心 家里也跟母亲 有说 有笑 所以她在我的地 再过两个月 慢慢 帮我练送小黄纸 变到他们 向下 我又可以 练送小黄纸 敲到自己的 妖精子 来 到今天 我跟妈妈原生 大概四百三十多个 小黄纸 给我妖精子了 因为由此 我都感受到 观世音菩萨 其实 没有离弃我们 一直在忽悠着我们众生 任何我在那里 做做什么事 都要给我参悔的机会 我这之前 逐步学会 连来 内心聆听 不要随意发脾气 有时自己控制 不要发脾气 每天还是 无论如何 每天都是念诵 弥佛大参悔文 五遍 大悲咒 四十九遍 心经二十七遍 准离神舟四十九遍 华盛州也是二十几遍 像在吉祥神舟二十一遍 让自己的内心 都已逐渐平静下来 所以部分 是有心急啊 生动啊 无理取消 这里的漏洗 现在都 逐步改革大部分 我自己啊 可以跟妈妈 和一些工作 第二点呢 就值得一提了 就是 四年前 妈妈带我到 New York City 求法 竟然两个旅程 就这样耗费了 费到差不多二十万港元 最可惜的是 没能笑好分合 没能笑容分好业障 但去年十月里 我们向盧太长求救 至今都 受过半年了嘛 但最大的花费也是 也只是 每次放生来回 放生目的地 离于支架里的交通费 每次都几十而已 人 路远北 我跟妈妈 到New York City 求法的花费 找A&北 在之前呢 我跟妈妈也飞过好酒上吃 然后 从深圳到New York City 多次接受冠品 问题是 我跟妈妈开始那时候 想防止造成的经营效力 已经不是任何观点可以比得上 所以 一到八年初期 我到 琴姨阿姨 祝所听 卢台长愿为香港朋友 做个信念开示 她当时鼓励香港朋友 发生意地抱负 请修行业金 要无上包容 无上帮助 以便享受自然的喜悦 用真心去对待别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喜悦 我当时已经 一来到见到办法 我有追手一堂 大家都天然开始 差不多每天开始就已经 把洗充满 天然就更加是了 但是不知道 妈妈跟我 在那个时候也 盛情了 做卢台长 地址都不知道结果 这到晚上 我跟妈妈才知道 已经同时 获批成为卢台长 我当时感恩大师大悲的 关心菩萨 感恩大师大悲的 卢俊宏台长 感恩东方海秘书处的 小玉 也是其他同学啊 所以我作为 心理访问下一个弟子 进入锦记 卢台长的一个教会 像是分下一些污垢 会不会证实的 原来本性 卷悟一切 游行众生的苦 提高这一景见 一边脱离 六道轮回的 这种 这个苦海 那就不用脱离佛法 不用脱离人 这就可以尿化 静一静了 明天我跟妈妈 正式拜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一次大慈大悲 卢俊宏台长一诗 我就 我就因为 心灵法门 经过我个人实现 个人实现 就证实 证实不虚 同时证实 只有 小房子可以为我们 理顺因果 修正自己的心念 以致人生的路向 所以我取说 今生今世 跟随 卢台长 弘扬心灵法门之外 更自身希望 本港有言众生 畅详过 本人分享之后 可以坚定心智 修习为众生 提供方面的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 无需要在 蒙目寻觅一段外道 求神问普 勇人自雅了 勇谢到极大陛 祝福所来的 极主上 勇谢到其他 非人心 卢俊梆台长 感恩 动话来 绿色周周周周周 谢谢大家